有請秘書長 秘書長早 秘書長 接任秘書長有多久 我是7點9月10號 一人多一點 到行政院工作很多 我看你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 沒有發覺 政黨輪替以後 老百姓陰陰盼望 就是說 能夠在8年停止當中 行政院 在有些事情沒有做好的 能夠有所進展 你對於 在前幾個月 瑞士 洛商協議 評定 我們的競爭力 行政力都有進步 但是意思上 民間感覺不到 我當立法委員 我們也感覺不到 尤其我個人一直感覺 特別私下也請教秘書長 常常 比如說 以國防部受投新春為例 那個老案子88年 88年拖到現在已經99年 好不容易在秘書長關心之下 國防部同意 也會的 法務部 也會的主計士 通通同意 到內政部 內政部是掌管基金 內政部不同意 是不是他相對內政部也不同意 也相對 對於當時行政院 來主持這些會議 做一個否定 目前 部會之間存在這種 這種 這種矛盾的情形 民主長您有什麼看法 這個部分 這個 有這種 類似的狀況 我們歡迎國委員提醒 但我們會 了解 內政部為什麼他 這個還 執行上 還不能 立即貫出的原因 我們了解一下我們的協調 這個 照理講 這個是 是建改基金 是救助的建改基金 那 建改基金 現在為什麼會 建改基金 照理講是國防部的事情 或者是財政部 財政部也同意 也同意的話 就是說該補救要補救 但是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我們在97年 我們把這個基金的管理 移交給內政部 那移交給內政部 是不是說 就內政部來講 因為前者單位 既來是國防部 而且國防部財政部 財政部也同意了 你內政部 要來做一個重新審查 把原來的這個 前者機關都推翻掉 基本上的程序 就不對了 我想 行政院的工程師傅 要在這裡做一個協調 還是讓他 讓他去暖氣 這樣就不行 不然你 你的政部 他是憑什麼的 他可以說你以前 國防部 拿出來的東西 是不對的 這是你的想法 是 我們再進一步了解一下 我們來協調一下 協調已經很久了 尤其我們是感覺真的很可憐 因為這些 因為那些88年 成年老案 他們一例在哪裡 而且他是青案 而且你看 這個嚴建戶 一戶在靠近土層那邊 一戶自己要拿兩百多萬 在88年的時候 他都有辦法去買一個房子 你現在都要再跟他 投個十年 他是第一代的人 都九十幾歲的不在 現在第二代的 也在 也在 也等不到 那我們現在 現在最擔心的 我們也特別拜託秘書長 拜託行政院 因為 各部會之間 都有一個很差的問題 在哪裡 這個是以前的老案 我們這裡是何情何理何後 但是 我們在這裡簽準 我們就是 常常說 監察院 會不會怎麼樣 檢查會不會怎麼樣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個行政院 尤其秘書處 這個是事實 你們要提出裡面 有一個正確的看法 那我們是真的 當時開會的時候 也請內政部來 內政部的 這個會議結論 你說怎麼呢 他說我們尊重國防部 以及財政部的前者 結果好 戶頭你管了 基金你管了 他又通通推翻了 所以我是 先不問這個事情 你們的是非黑白啊 程序上的話 就是沒有做好啊 我發覺現在 發覺很多程序上是喔 所以至少啊 我個人認為 行政院秘書處 你就程序的部分啊 你沒有弄清楚啊 就應該的話 去調查清楚啊 為什麼 國防部同意啊 前者的同意啊 他同意你 補助原建部的這個 這個錢啊 那 這個錢 最後是會回到財政部 他們都同意了 內政部是管戶頭的人 他不同意 這個完全是程序上的話 是刁難啊 明顯啊 有沒有合法的話 這很簡單 你國防部疾難的話 敢發個文說喔 我這個 在從基金裡頭 我要多少錢 財政部也同意啊 管錢的人 那個戶頭的 那個人的話 他說 欸你這個 要重新再審查 這很明顯啊 是內政部已經清到啊 國防部以及財政部的錢 的錢 的錢力啊 所以我是經濟秘書長啊 你應該啊 從啊 行政程序啊 有沒有親錢的收入啊 那假如說 你想啊 一樣是公務員啊 對不對 怎麼會最後是出納出的問題啊 對 原來的 你簽的人都把錢都簽完了啊 首長都批了啊 結果出納說 我不給你錢啊 我就是不給你錢啊 整個程序的話 就變成這樣亂了 所以我拜託秘書長喔 這個是一個程序上的問題啊 接下來我們會再 甚至了解一下 會在司法院之內 來卸掉幾個 不是啊 這個 司法院 我們現在 腦筋也是傷害這裡啊 因為很多事情 碰到行政院以後 行政院就是說 我們會請他依規定辦理啊 呵呵 這個也是喔 喔 我們啊 感到喔 很多案 我們到這邊都卸到姐姐 這個 這個案子 我非常感謝你 就是你協調啊 這個案子本來在 在這個國防部 在跟財政部 在國防部不同意的時候 你協調啊 那時候你協調的時候啊 內政部也到了啊 他也同意了啊 這在哪些時候他不同意啊 好我們會再進一步了解一下 進一步了解 那再來啊 我要再請教啦 請教那個陸信的事情 我是請請 副民司長喔 我們來 來了解一下 這個陸信的事情喔 這個陸信的事情喔 我真的喔 因為這個陸信的事情喔 是陳秀卿委員啊 他因為他現在身體不好 那因為我上會 上會期啊 我登了聶政委員會的召集委員啊 所以他也請 邀請我說 幫他的忙啊 幫他的忙喔 所以我一直協調 那我們發覺現在就是說 行政機關 很擔心行政機關 就是說開協調會的時候啊 你們就待人家 一個月到一個程序 裡面配偶辦理 結果一個月也到了 程序也完成了 到時候的話裡面就是 兼不辦理啦 陸信這個案子啊 本來就是我們都知道喔 就是原住民購宅嘛 那原住民購宅啊 在當時 在 陸信的話 他是配偶換款 換款給原住民 然後原住民拿到這些錢以後啊 就像當時的一個 新建計畫 來買這個房子 那最後是 現在是因為 原住民還款裡頭啊 有問題 那陸信啊 在這些 兩億多 他也想辦法 要報警 金管會 他說這個錢啊 收不回來 那金管會啊 你是不是可以啊 讓我累待仗 讓我打消掉 這金管會說不行啊 金管會不行的理由就是說 你的連載保證人啊 是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啊 啊 你這個十個錢收不回來 你要打消 用呆帳啊 給他打消 因為 我 金管會說我不同意 因為 假如這個賬都可以打消啊 那什麼賬收不回來 他說連帶保證人啊 是行政院 營住民委員會啊 啊在這種情況之下 入港新郎合作的時候 他退也不能退 不要都不行啊 不要的話他變成什麼 不要的話 給立委呆帳打消 所以他每年啊 都會產生一個什麼呢 不良債錢啊 都被金管會給他拼啊 拼最後一名啊 啊 所以現在的話 金管會也不容易打消 待仗 那你也不給 那整個事情 一直在那演變 演變到最後啊 把這個案子 一百零二件 其中啊 雙方面協調 提出三件 來作為範本 經過失誤啊 判決 這三件假如判決 全部是勝訴的時候啊 原住民委員會啊 就 就是要其他九十九線啊 就是 要負連帶保證責任啊 好 這個也辦完了 辦完了 原住民委員會啊 入港 合作所請原住民委員會啊 你要 你要負連帶保證責任 這個原住民委員會啊 因為 專業審查 他只能夠審查 身份是不是原住民 其他的專業審查啊 他 發包 用政府的公堂啊 發包給 喔 龍信寶 基金會 來做專業審查 審查也通通審查 通過啦 那現在 到現在啊 原住民委員會啊 他也不敢動用啊原住民的基金啊 那也包括行政院啊 請問啊 副秘書長 你在從什麼時候你開始辦這個事情啊 結果 是怎麼樣啊 江海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啊 是 跟委員報告啊 我在十月六號的時候呢 曾經找金管會法務部跟原民會 做個跨部的協商啊 那這個案子因為牽涉到四個部分 一個是原民會 一個是陸信 一個是廠商 一個是購物的原住民 那目前檢調單位對廠商是起訴的 所以原民會要不要 付這個連帶信用保證啊 他們心中有些疑慮啦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 疑慮呢 請他們要拿出佐證出來 如果真的有疑慮 有明確的證據 那當然有這個 司法的處理 那假設是 陸信這邊沒有重大的缺失的話 那應該按照合約該怎麼辦 就應該怎麼辦喔 那麼原民會他們也答應說 我們請金管會跟法務部 就專業跟法務的立場 來協助他們 把事情 離清楚 離清楚以後呢 我想就會有個段落 所以原民會 要多久時間啊 原民會那邊我們跟他講說 這個事情不要拖太久了 因為已經拖那麼久了嘛 那他們也答應說 他們就請法務部跟金管會去幫忙 那應該目前正在處理 我個人是建議這樣子啦 該原住民基金會 要連帶保證他就要保證 因為啊 我 我只要假如說 這個啊 用呆帳打消 列入不良債錢 列入到最後落到民間的資產管理公司 我想啊 對於現住戶 他目前遭受到的這個 可能啊 要比原住民委員會 來面對球場 那種壓力是不一樣 這裡頭的話 常常已經移送了啦 對 那另外一點啊 你剛剛提的是講一半啊 假如啊 我們在經過幾個審查 假如啊 陸信啊 他有什麼缺失 他有涉及違法 你們找應該要把它移到檢調啊 假如沒有的話 你們該賠啊 就是要賠 讓最後的債錢啊 由基金來分擔 讓這個 這些原住民 他們 政府 看怎麼樣來幫他們 來分擔 不要落到 這個 不良債錢啊 落到啊 這個資產管理公司啊 造成啊 因為資產管理公司啊 他們在追償 當然也是要追償啦 但是 要讓這些原住民 有能力慢慢還 不要造成啊 很多他會用恐嚇啦 用一種不當的手法啊 所以我在這裡啊 我並不是說 一定要移民慰還啊 在整個啊 效益上啊 你們要基於人道立場啊 以及政府的責任啊 來考量啊 謝謝 時間到了 謝謝